据美国空军消息 新型战斗救援直升机 HH60W欢乐绿巨人2 已经在内化达州内里斯空军基地 开始进入运行测试阶段 2022年3月30日 美国空军发布的新闻稿表示 最后一架HH60W 于3月22日离开佛罗里达州 埃格林空军基地的 杜克机场 结束了在第413飞行测试中队的 初步开发测试 该直升机的运行测试和评估阶段 将由内里斯空军基地的 第88测试评估中队负责 该中队专门负责战斗搜索 营救功能相关的工作 台湾空军之前也表示 为强化空军夜间搜救能力 有意购买5架美国最新研制的 HH60W战斗搜救直升机 但美方的报价高到吓坏人 因此台空军决定 不买新型夜搜直升机 而是决定将现有的 UH60M黑鹰直升机 进行结构改造 以执行夜间搜救任务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美国最新研制的这款 HH60W战斗搜救直升机 HH60W直升机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子公司 希克斯基所研制 是美国陆军 H60M黑鹰的改进型 将接替美国空军 已经老化的 HH60G铺路机救援直升机 这款新型的战斗救援直升机 于20年前开始进行招标 1991年9月 美国空军经过评估认为 当时装备的HH60G直升机 在生存 续航 载荷态式感知能力等方面 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并且机体已经逐渐老化 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但是由于预算的问题 直到2003年 空军才正式提出了 人员救援飞机项目 旨在替代普鲁英 2005年1月 空军正式发布了 该项目的招标要求 同年7月 项目被改为战斗 搜索和救援直升机项目 波音公司的HH47赢得竞标 落选的希克斯基和洛马公司 均表示不服气 理由是招标要求中 写的是中型直升机 而波音公司的HH47 却是重型直升机 除此之外 还有人质疑 体积较大的HH47 是否具有通过 空运快速部署的能力 面对质疑 美国空军宣布重新竞标 HH60W就是经历了这种波折 才迎来了曙光 当2012年 美国空军再度发起项目招标时 规定了全项目成本 不得超过68.4亿美元的条件 而当时波音公司中标时 全项目预算高达150亿美元 足足超过了两倍 腰斩的价格 使得之前还跃跃欲试的各个厂商 纷纷退出了竞标 只剩下了希克斯基公司 一家还在参与 但是产品却由HH92 更换为了更为成熟的HH60W 尽管都是黑鹰系列直升机 但HH60W快乐绿巨人2 作为新一代的战斗搜救直升机 为了应对新时期战斗搜救任务的新挑战 较其他的黑鹰做出了不少改进 与美军现役的HH60G扑入鹰相比 有着很多的技术优势 HH60W是UH60M的搜救型 而UH60M则是美国陆军UH60L黑鹰直升机 在2009年完成的性能改进型 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UH60M直升机 UH60M的性能改进内容 大概分为四大项 新发动机以及新讲业 新一代座舱 新型电子站滋味系统 新机体结构 UH60M安装两台大马力 T700GE701D型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输出1900马力 高温高原性能极佳 最大巡航速度 每小时295公里 续航2小时 最大航程570公里 宽闲式复合材料叶片 与原先叶片相比 可多提供227公斤的升力 在UH60M最大起飞重量 仍维持在10吨的情况下 爬升率达到了每分钟500米 比UH60L足足提高了100米每分钟 该机还是美国陆军第一种 具备线船飞控系统的直升机 HH60W为执行搜救任务 进行了小浮动的修改 发动机和辅助动力单元进气口 增设了过滤器 座椅增设缓充电 舱内增加了防护装甲等 另外还加装了多件救护专业装备 如机外救援脚车 机上氧气制造系统 医疗用真空抽吸器等 为了增加更好的抗坠毁能力 和空间扩展能力 还将飞行员的座椅 折叠到了机舱的顶部 在发生坠毁事故的时候 成员的生存概率更大 平时收起来 也能够增加机内的空间 相比现役的HH60G HH60W在设计之初 就极为重视航程和滞空时间 除了功率更高的发动机之外 还安装了新型油箱 容积达到了惊人的2500升 几乎是前者的两倍 正因为如此 HH60W可以在不使用 外挂副油箱的前提下 最大航程从580千米 提升到了1100千米 仅仅是依靠机内载油量 它的作战半径 就超过了360千米 是黑鹰系列中 不依靠空中加油 挂载附油箱时 能飞得最远的 为了进一步的提高航程 和滞空时间 HH60W还延续了 HH60G的空中授油管 这也成为了 战斗救援直升机的重要标志 HH60W直升机 执行的是战斗搜索救援 换句话说 就是经常需要在枪林弹雨中 拯救落难的飞行员 作战环境比较恶劣 为此 HH60W直升机 也设计了拥有 黑鹰系列直升机 最先进 完善 强大的 机载自卫系统 雷达 激光 导弹告警装置 干扰弹发射器 电子战设备 一应俱全 应有尽有 以此同时 HH60W通过装备闲窗机舱 加装ESSS短E挂载 诸如机炮吊舱 导弹 火箭弹等武器 拥有了堪比重型武装直升机的火力 HH60W机身两侧 分别配备一艇舱门机枪 以满足执行救援任务时的需要 根据任务 可以在这两个位置 灵活布置GURC加特林机枪 或GU18 GU21机枪 舱门机枪架采用了特殊设计 可以实现独立旋转 并提供近360度的设计 同时 这种机枪架可以固定向前的位置 由飞行员进行控制和射击 考虑到仅凭自己的机载滋味火力 仍很难完成高威胁环境下 营救飞行员并全身而退的任务 所以HH60W直升机 增加了网络中心战能力 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可以和战区内 所有友军互联互通的能力 在大量先进数据链 通信系统的帮助下 HH60W直升机 可以摸清任务区域 敌我分布情况 快速召唤各种友军力量的支持 作为黑鹰家族最新改进型号 HH60W的亮点 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点 出色的航程 强大的自卫能力 以及先进的网络中心战能力 可以说 比起服役几十年 已经尽显疲态的HH60G铺路鹰 HH60W的性能有了全面的提升 足以成为HH60G直升机合格的继任者 战斗搜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时参战国家最有效率的战斗搜救单位 是德国空军救援勤务处 装备有搜救落海机组人员的船艇及海上飞机 救援勤务处并发明了许多搜救装备 如手持式无线电 橡胶小艇 橘红色海上救生衣 后来都成为了各国标准求生装备 1943年7月 美军第一支紧急救援中队正式成立 1944年4月 美国陆军空军部首次出动直升机进行人员搜救 哈曼中尉驾驶希克斯基的YR-4石牙营 深入了缅甸式军防线内 降落在一处稻田中 救起了一名被击落的飞行员和三名受伤士兵 1946年3月16日 空军部正式成立空中救援勤务处 由空中运输司令部管辖 美国空军认为 有了坚实可靠的战斗搜索和营救部队 可以增强部队的士气 进而增强军队的作战效能 在越南战争中 美军从战场上抢救出了3800多名 从被击落的飞机上跳伞下来的飞行员 美国空军有专门执行战斗搜索和营救任务的部队 配备HH60铺路英直升机 机上搭载空军散将救援小组特战队员 要求直升机深入敌后 搜索并救援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 战斗搜救虽说是人员救援任务 但战斗两次 表明它本质上却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据悉 美国空军之前订购了113架HH60W直升机 总价值达到了79亿美元 算起来单价直升机的价格高达7000万美元 比很多改进的四代半战斗机还要贵 按照美国的计划 这一批直升机将在2029年之前完成交付 成为美国空军最重要的救援型直升机 这也是美国空军针对黑鹰系列直升机 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订单 然而不久之前 美国空军刚宣布希望将该直升机的总订单 减少三分之一 最终只有75架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好因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